那的话基本上我们主要讲到有关那个 批次查询部分 批次查询当然 就是利用筛选功能 把你要 这个查询的 那个部分做个清单 然后可以 跑个回圈 他自动帮你把全部你要查的 范围全部查完 当然包含就是像业务人员 或者像什么产品 产业别 客户名称等等 基本上 你只要给一个清单他就把 上上礼拜单次查询的丢到那个 那个批次查询里面就让你去 把你要的东西给捞出来OK那实际上也是一个延伸的练习 单次变多次 那批次查询里面基本上就比较没有房贷的问题了 所以单次查询会有房贷 所有的房贷我讲过至少三种 他没有输入资料或者输入的资料是 那个查不到的话 或者是说他输入的那个 好像有了三个 输入 还有一个什么 输入的那个 是 没有资料 然后还什么 查不到 还有一个什么 对对对 已经工作表已经存在了 那当然也许还有第四种第五种 不过你可能要自己去找 所以单次查询 他存在的就是说 可能会遇到一些 你要 先 先预期的一些错误你要先把它抓出 那批次的话就比较没有这些问题 因为 反正他就跑范围 只要范围没错的话 另外的话 当然在做这之前的可能要先学会 如何针对那个工作表物件去做工作表的 新增 所以会有一个add 有没有 add的方法 那add的方法最重要就是那个 before还是after ok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 工作表物件里面存在很多不管是新增 或者删除 或者是复制或者是移动 都会有一个after还是before 因为他的关系就是 你是放在前面还是放在后面 或者你要把它复制也是一样的 点copy 你要copy到前面还是copy到后面 删除的话就不用 反正删除就用后面删过来 那另外移动 上个礼拜好像有讲到move方法 你要移动到哪里 你要跟他讲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去操作 那个工作表物件 其他还有像 有关outlook记性 不过这个部分我们是 请同学自己回一下在视作看看 这个地方又多提了一个就是记性的说你可能要把 那个记性的动作 放慢 也就是说让程式 停下来 那你可能要用一个application点waiter的方法 waiter后面有 给他一个时间就可以了 OK 那他就会停一下 停一下 不然的话有时候程式跑太快 不是好 不见得是好事 为什么因为社会端可能会认为说你是不是 类似那种 比如说病毒 或者是说你是不是害客 等等的东西 那也有可能把你挡 挡掉 那再来后面我有 再补充说明有关 利用那个 枢纽分析表里面 录制聚齐的 那其实枢纽分析表 结合 VBA 部分 我看一下 坊间书籍 好像 几乎没有提到 我翻来翻去 坊间好像 枢纽分析 表的书就是 纯粹 完全不会提到 VBA 那VBA的书 好像 几乎也 看一下好像也没有提到 枢纽分析表 但是两者之间好像工作上很需要把两者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举了一个例子 也许你可以自动 如何自动产生枢纽分析表 其实延伸出去还可以自动产生枢纽分析图 OK 图跟表都可以同时产生 那当后续延伸的东西 我想我们就 等于是开个头 然后后面延伸 我想就 自己 就是有时间的话 自己试一下 那可能一般工作里面会很大量需要 比如说我要针对 可能10年之间 10年之间的那个资料跑报表 那每一年跑一个报表 跑一个图出来的话 如果说你要图把链刚每天都自己在那边 动手弄的话 很花时间 没有办法一键按下去 全部的资料 还有表跟图 自动就产生了 或者说自动输出 反正自动可以把它 再输出成PDF 或列印出去 这样的话 会更加方便 对于那个 你那个data不断在变动的话 你可以快速的产生你要的报表 这样的话感觉就会很及时 现在的话 大家很需要 视觉化的结果 视觉化工具的需求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需求不会很大 比如说你蓝位数不会超过256 或者你的 这个笔数不会超过1048576 100多万笔资料的话 那其实用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其实还蛮好用的 但是如果你会超过这个数量的话 那恐怕你可能要用像那个 微软有一套Power BI的这种视觉化工具 其实它 就等同类似像顺纽分析图 只是说呢 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多 多个同时产生非常多个图 那其实如果产生多个图 那不就我们自己用VBA来写 也是OK的 对不对 VBA跑个回圈也可以自动产生 那只是说那个Power BI是 算是它已经写好的功能 你如果用VBA写的话 是你可以客制化的 OK可以针对你要的 去做一些变化 但是这个细部后续 延伸性已经还蛮大的 那只是说有些东西想讲 但是在时间 并不是那么充裕 我们 八次上课说要讲 很多 那你要讲很深度的话 变成说呢你其他东西又讲不到 这真的很难取舍 OK所以今天的话呢 那苏纽分析表 我们也用了一个 说明 然后还有就是移动工作 移动工作表的相关功能 那这些东西云端白板上面都有 我是强烈建议回去一定要多练习 而且要多实作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接着来看那个 就是云端白板里面的那个 下载网络资料部分 其实下载网络资料 盖瓜可以分成三种 第一种的话呢 就是用录制聚集所产生 像这个 我们在入门班里面有提到 就是用那个大乐透 这个 比如说我今天要下载 那个大乐透资料 那大乐透资料的位置 你把它打开来 这个里面都有 这个位置在这里 你把它点开来 或者Google 那个 什么大乐透历史 或者什么 不一定是大乐透 什么威力财 什么财一堆的 那也都会出现 这个乐透云 那乐透云里面的话总共有1到 16个page 我如果今天希望 能够一键按下去自动帮我把16个page里面的东西全部都下载到底sale的话 那以往如果你不会用VBA 你就是涂发链钢嘛 所以其实 很多人说为什么要学VBA 当然 不学VBA就是涂发链钢嘛 OK 就像说你 如果 没有好的工具啦 你就是 涂 就是慢慢弄嘛 还是可以做完 只是说很大费时间而已 OK 还有呢 我觉得啦 就是那个 做事情的那种成就 成就感也不一样 有的时候就是你反正一直做很笨的事情 我自己做我都觉得太笨了吧 OK 你不能想一个聪明的办法吗 对不对 所以感觉上写成是真的 感觉上啦 会比较有成就感 不然的话你 当然 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我觉得很笨啦 人家觉得当兵也不错 但我觉得当兵是很笨的事情啦 因为每天都是做一样的事情 那我会觉得说 这种不太适合当兵 虽然其实当兵是很愉快 因为可以让你脑袋放空 你什么事情都可以不用管 不过那时候我是 念完书才去当兵啦 我那时候是当御官啦 其实也是管兵啦 可是我觉得 真的很有点浪费时间 所以我那时候最愉快的事情 我放假人家都跑去看电影唱歌 我最 放假 我都跑那个书店 所以我去看书那时候感觉是 我最愉快的事情 所以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那一样啦 就有个人习惯 喜欢用涂花链钢 但我觉得在台湾 现在在职场上面 你要涂花链钢 真的没办法混下去了 OK 因为现在老板要的就是绩效嘛 对你的绩效不好的话 你 即便你很认真啦 你也没有拖揽 但是你就是没有 没有那个效率问题 所以以这个来看 当然你也可以涂花链钢慢慢复制 那这个地方他会更新到 10 2018年的9月7号 那就 就是前天的 资料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一键按下去自动全部下载的话 那在路上帮我提过了 1 你就录制聚集 录制聚集里面的话当然就是 把那个什么 我们这个地方 这边已经有下载一个 1 就是从资料里面的 从web 从web 从web在这里 2的话就是把刚刚的那个东西贴上 这个网址 那这个网址贴上之前你可能要先确定一件事 最好是 先点一下1 第1个page 那这边会出现有一个那个index page的1 index page 那有16个page 所以 1到16你可以跑个回圈 那 把这个动作录下来之后的话 这个再来的话就修改一下 所以 也许这部分的话请各位就是 稍微复习一下 这其实比较简单 那 这个部分的话呢 其实录制 一般的就是说下载一般的网络资料其实都还算简单 但是呢他有一些问题 像我等一下会举例 就是比如说我下载那个雅虎股市的话 用这个方法 之前都ok但是呢 最近一次之后发现都变乱嘛 所以就不能用这个方法那怎么办呢 你就要用其他方法 那后面至少还有两种方法 ok那哪一种方法最好 然后待会跟各位说明 那再来的话你就是 就是 把这个 找到他里面 特别注意 他里面实际上是用那个一个物件叫 query table 所以呢你里面的话呢 他只会去帮你找里面有那个 表格的部分 然后你就把他打勾 打勾之后按汇入 汇入之后的话呢就帮我汇入到 A1储存格 但是如果说我有16个配局的话 我第一次放A1 第二次的话就放A1 向下追踪 到的最下面一列 的下一列 OK 所以呢我们基本上 这个假设程式录完之后 那我在云端上有放 所以把这个贴上 纸线旧的好像他本来是到48 好像 更多 那现在好像别的 只有到 16个配局 所以我 录完之后的话呢 基本上我改两个地方 第一个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是录完的结果 所以录完的地方的话基本上我就把 这一段 假设 把这一段 先直接扣过来 因为这个入门班已经有讲过了 所以我们大概把重点提一下就好了 那里面的话呢 大概 这个 里面的话呢 第一个 把它贴 里面大概就改 两个地方 最初 第一个地方就是说 他原来这边是 Page 1 OK 那我为了要让他跑回圈的话 我在外面先跑一个 For I 等于 1到16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呢 我要让他向下追踪 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把这部分 先复习一下 那个就是 乐透彩部分 外面先往里面